哈囉,我是今年2024年 從日本馬生語言學校畢業的學生 然後透過日學館的邀請 來回答大家一些關於學校的QA 那首先是為什麼想要去日本留學 剛規劃了多久 其實來日本留學一直是我的夢想之一 然後當時經歷了疫情 就覺得應該要更珍惜當下 所以在去年4月出發前的大概2022年的9月10月 那陣子開始就跟日學館接洽 然後了解一下語言學校的申請的流程這樣子 為什麼會選擇位於福岡的語言學校 其實比起東京跟大阪 我比較喜歡人口密度沒有那麼多 然後也比較悠閒的地方 那加上因為這裡的語言學校確實便宜了很多 各方面CP值都蠻高的 所以選擇這裡 那來了這裡以後有一個意外的好處是 其實離韓國很近費 不用一個小時又到了又很便宜 所以喜歡韓國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選擇麻省這樣子 上午班還是下午班 因為我讀的是一年制 一年制的話時間是早上的9點半到下午3點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整天 除非你是讀一年半或者是兩年 才會有可能被分配到上午班或是下午班這樣子 前往日本前怎麼學習日文學習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的日文真的是從零開始 然後從五十英開始就開始補習這樣子 那個時候是隨意的在北車選了一間成人補習班 但是那裡的田鴨市教學叫你死背就死背 完全沒什麼邏輯性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式 所以在N3跟N2我就麻煩 凡田老師幫我補習這樣子 指名凡田書 那補了以後才來日本就讀語言學校的 然後每天都怎麼前往學校交通方式 麻省的話有配合的DOMI 然後這個DOMI男生跟女生的宿舍都有 都是距離在學校走路不用三分鐘的地方 所以非常的方便 語言學校入學後有沒有交到好朋友 這裡剛好我們這一屆的會講華文的 中國籍跟香港籍 還有台灣的學生特別特別的多 所以其實都交到很多的朋友 語言上也沒有什麼隔閡 那當然也有俄羅斯、越南、印尼的朋友 到現在畢業了我們都還是有在聯絡 學校的進度如何? 進度還有使用的教材 教材的話是房間都可以看到的教材 其實老師也會因為班級而選擇不同的教材 並不是說每一年都用同樣的東西 他還是會看一下學生班級的程度 來選擇適當的教材 那聽說讀寫基本上是都可以學習得到 而且考前大概兩三週 老師就會瘋狂的給你寫題目跟練習聽力 所以我覺得還蠻充實的 上學後怎麼安排? 來活在有沒有推薦其他有學生去的地方 因為我剛剛提到我們的下課時間是下午3點 所以其實大家下課以後 偶爾會相約一起去 距離語言學校 走路大概10分鐘的白貨公司逛逛 或者是附近的咖啡廳 那大部分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會回到宿舍休息 然後準備隔天的午餐這樣子 這樣子很省錢很棒 下課後有沒有考慮找打工 目前已經有打工的同學 是怎麼找到打工的呢? 我本人是比較幸運 透過朋友介紹 就在百貨公司裡面的 心理激況櫃台打工這樣子 那也有朋友比較辛苦 他是一間一間店的去面試 只要看到門口有貼 阿魯拜都募修的海報 他就會去投利利這樣子 那也有人是透過 手機裡面的APP 找到飯店前台的工作 其實只要有心找打工 真的不太難 給學弟妹的話 只要你有心 有行動力 有這個夢想 你就勇敢的去做吧 然後來了日本 覺得 喔我已經就讀原學校了 也千萬不要鬆懈 還是要努力想一下 我畢業了以後要 繼續搭日本 還是要回台灣 就是盡量的 提前做好準備 就這樣 加油 掰掰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